民主,我向你呼求,你必应允我,求你侧耳俯听,俯听我的诉说,求你保护我,有如眼中的童人,让我藏身在你的意义下。 因父及子及圣神知名,阿们,愿天父和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也赐给你。 四星期的时候,我们要多祈祷,学习祈祷,那我们要跟谁学习呢?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参考的祈祷的人在祈祷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今天的读经一,这个是《丹尼尔先知书》。 好,我们今天听到阿萨利亚的祈祷。 我想在这个祈祷文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 赐加利亚他提到他们以色列民族所放的罪,恩主啊,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现在没有援手,没有先知,没有领袖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放了罪。 所以,我们可以跟赐加利亚,我们可以跟赐加利亚学习,忏悔,让我们多忏悔。 天主听到我们的道声,他会旷循我们,也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宠。 所以圣道里开始,我们一起来忏悔。 圣道里开始,我们一起来忏悔。 阿们。 圣主求你垂怜。 圣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圣主求你垂怜。 圣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圣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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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读达尼尔先知书 那时 阿萨利亚站在火中 开口这样祈祷说 为了你的名 求你不要永远抛弃我们 也不要废除你的谋约 为了你的朋友亚巴郎 你的仆人伊萨格和你的圣者以色列 求你不要使你的仁爱离开我们 因为你曾应许过他们 要使他们的后裔反多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恩主啊 由于我们的罪过 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 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到处受亲事 目前 我们没有元首 没有先知 没有领袖 没有全凡纪 没有祭祀 没有共物 没有新香祭 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奉献出国 蒙你的恩惠 但愿我们能借着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 蒙你悦纳 如同献上公羊和公牛的全凡纪 又如献上了万只肥羊 这样 也希望我们所举行的祭宪 今天乘到你面前 并使我们获得你的宽恕 因为凡信赖你的 绝不会蒙羞 现在 我们全心随从你 敬畏你 寻求你的词言 望你不要使我们羞惨 但愿你按照你的宽容 和你无限的人词善待我们 以你的奇能拯救我们 上主 愿光荣归于你的名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求你念及你的仁爱 上主 求你念及你的仁爱 上主 请指示我你的道路 交给我你的途径 求你教训我 以真理指导我 我终日仰望你 因为你是我的救主 上主 求你念及你的仁爱 上主 求你念及你的仁爱 你一向就以慈悲为怀 上主 求你忘掉我青春的罪迁与过犯 你慈爱宽厚 请垂念我 上主 求你念及你的仁爱 因为上主 愿光荣归于你 因为上主 愿光荣归于你的仁爱 上主 愿光荣归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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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伯多前来问耶稣说 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我该宽恕他多少次呢 七次够了吗 耶稣对他说 我对你说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因此天国好比一个国王 要和他的仆人结账 他开始结账的时候 有人带来一个欠他一万金元宝的仆人 他没有钱偿还 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他妻子 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 来还债 他的同伴就抓住他 扰住他的喉咙说 还你欠我的债 他的同伴就服务在地 哀求他 说宽容我吧 我一定会还倾的 可是他不肯打印 反而把他压在街里 直到他皇亲欠债 其他的同伴看见这事的经过 都愤愤不平 便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 对他说 恶仆 你哀求了我 我就免了你一切的债 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 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 于是主人大怒 把他交给行义 直到他还尽全部债务 如果你们不从心里 框树你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圣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今天的读经一 教导我们怎么祈祷 那福音呢 要告诉我们 怎么宽恕别人 那我们要怎么做 怎么宽恕别人呢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整个故事里面 有一句话 可能会帮助我们 给我们好的建议 怎么比较容易 宽恕别人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福音就是 有一位国王 然后他要跟他的仆人结账 所以他们找欠那位国王 一万金元宝的一位仆人 这是一万金元宝 是非常多的钱 很难想象 是非常多的 然后那位仆人没有办法还 没笔钱 所以我们看到 那位国王非常大方 免了全部的债 可是后来刚好 那位仆人 他遇到 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伴 那位同伴欠他 算是不是很多的钱 只有一把银币 大概三个月的薪水还好 可是那位本来欠很多的钱的仆人 他不肯 不肯答应 就是那另外的仆人求他 可是欠很多的钱的仆人 他没有办法跟国王一样 免 狂免这个债 所以我现在要讲这个 帮助我们 比较容易宽恕 别人的那句话 就在后面 其他的同伴 看见这事的经过 都愤愤不平 便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其他的同伴看到了 在旁边 看到了整个过程 这件事的经过 所以前面 国王怎么 怎么免了 那位仆人的很大的债 后来 那位仆人也没有办法 免 小小的债 他们的同伴看到了 所以我想 因为那些同伴 站在旁边 好像他们是观众 所以他们可以比较 客观地判断事情 如果我只站在我 我自己的立场 好像在我的感觉里面 当然很难宽恕别人 因为我只会注意到 我的痛苦 别人伤害我 只是我是受害者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出去 站在旁边 比较客观地看到事情 所以很难宽恕 希望我们会学习 有时候站在我们 自己的旁边 观看一下 事情是怎么样的 让我们也看到 对方的情况 让我们学习 同情别人 也许这样我们会 比较容易 宽恕别人 愿天主 是给我们 恩宠 不要让我们 一直站在 我们自己的 立场上 不愿意离开 有时候 我们就是要 放弃 站在我们自己的 旁边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包容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圣宠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建议你的执意为主 祝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全意把 个人今天的一切 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 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 圣女的玛利亚 诸圣 侍奉你 主请你的 宠爱 慕于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客机政府官员 使他们 依照你的实地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 恩施 欺慕的爱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切信用的心中 求是我们 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超见及明大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 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 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 求你是一切信仰 你的人 捐起成见 操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 蓬勃发展 求是你 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猛兽 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 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 伤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投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 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领受显扬 愿你的国拜领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 给我们日有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修恶 阿们 让我们今天学习 偶尔离开我们自己的感觉 站在我们自己的旁边 宽恕别人 愿主为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传牧福音吧 感谢天主 你们对我宽恕 你们对我宽恕 宽恕一刻所作敌 你们就是对我做 当我宽恕的事 你们对我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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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宽恕 你们对我宽恕 宗帝宗彼和所作异 你们就是对我做